哎呀,从这个火车站出来啊,就到了这个原子能的这个中心了 今天啊,我这个本来是想往返去一趟这个,就是那个布鲁塞尔的那个地标建筑,就它那个原子球 后来一看这个单程的火车,这个地铁标是两块一 然后我往返就四块二,一天才七块五,干脆就买一天吧 然后今天就折腾折腾,把整个这个布鲁塞尔都搞下来 然后现在我就坐车到这个倒数第二站,那个六号线的倒数第二站 出来就是这么一个荒凉的地带,非常荒凉 但是一回头就能看到这个地标建筑,就在这里 非常的二 我记着我第一眼看到这个楼的时候,我就觉得它很二 但是因为是地标嘛,我要不在这照张线的话,怎么显示我来过呢 所以吧,就到此一游吧 这两天这个,我觉得在西欧旅游啊,最最倒霉的一点就是他妈票价太贵了 各种票,基本上都是三四欧元这样 这样的话其实,意识住行这一块花销成本很大 因为我们挣的是人民币,所有的都乘以七相当于是 你这沈阳,比如说你坐趟这个地铁两块钱 你这边基本上就给乘以啊,乘以七啊,十四 这样的话就有点受不了了 这就是这一球 那你这儿 你这儿 我看你那儿 我看你今天 我看你